现在还没8点30分 觉得国小的守卫 一点把门关起来了 民众拿起手机录影 因为到学校运动 运动完了想要出校园 警卫却把铁门拉起来 学校运动时间 明明公告到晚间8点半 但时间还没到 大门却被关起来 想要找警卫也找不到人 就这样被锁在校园内十几分钟 最后警卫才开门 让民众气到 po到网路上控诉 这个脸书上面有看到 你说他时间还没有到 就把他锁起来 我是不晓得 不过我小孩被关在里面不太好 你平常会进去的话 应该都很自然的 有警卫都会给我们出来 不错啊 那可能有特殊状况吧 没有在座位上班 对啊 很少啦 很少 事发就在台中误日这所国校 实际问警卫当天的状况 他说他人都有在 警卫师 这电脑这样 哄哄哟 他在那里没听到 这样而已 所谓的那个疏失 他将那个大门啊 所留的缝隙 太小 那造成那个民众啊 于 那个八点半以后啊 他没有办法自行离开 学校表示原本开放 民众进操场运动的时间 是到晚间九点 不过因为操场探照灯 八点半就关闭 外加校内有施工 因此只开放到八点半 而对于警卫的行为 则会在进行教育 华新闻林家宁 赵云光 台中报道 晚间九点邀请您 与世界同步 六十分钟掌握全球脉动 What News 9 陈亚玲世界广报 给您崭新视野